过年我下厨跟着春节学做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节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干扁豆角 这个是我手笔好的豆角 现在我们开始做 豆角切断 豆角焯一下水 焯好水的豆角炸一下 国内倒入我们炼好的底油 因为我们炼的底油炒菜味道更小 下入葱姜蒜 下入干辣椒和花椒 多大点干辣椒 我们把辣椒和花椒扁香以后下入豆角 放入盐 少量点白糖 放入白芝麻 好了,我们的干扁豆角已经完成了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支持 有朋友跟我后台留言 问我说炒菜的底油怎么炼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点个关注 点个赞支持一下春节 咱们下期再见 多年我下厨 跟着春节学做菜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节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家常版的蒜片乳瓜 这个是我洗干净的乳瓜 还有准备了红辣椒 还有蒜 现在我们开始做 先把乳瓜切成片 切点蒜 再切点蒜末 再切点红辣椒 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拌菜 放入蒜片 红辣椒 蒜末 再放点干辣椒 都准备好以后 我们再烧点油炸一下 放点盐 鸡精 白糖 白醋 再来点芝麻虾油 调料全部下好以后 我们拌起来 我比较喜欢吃甜蟹口味的 所以放了点白糖 大家不喜欢吃甜的朋友 可以不用放 好了我们今天的蒜片乳瓜 已经完成了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支持 我给大家分享的都是我平时做菜的方法 也不知道喝不喝是大家的口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做一下 帮我点个关注 点个赞支持一下春节 等下期再见 今年过年我下厨跟着春节学做菜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节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道家常菜 豆角烧茄子 我准备了茄子 豆角 还有红辣椒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 豆角切成端 我们再把茄子切一下 茄子切条 我们再把辣椒切一下 我们的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再切好的茄子里面放入淀粉 拌起来 让茄子就有的裹上淀粉 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把豆角焯一下水 焯好水以后口干水分 锅里面倒入油 给豆角和茄子裹油 油温6成热 下入豆角 豆角表皮微黄出锅 下入茄子 把茄子炸一下 茄子炸至表皮金黄以后出锅 锅里倒入我们煉好的底油 开始炒菜 倒入葱 沙 干辣椒 倒入蒸鱼水油 倒入蠔油 开始炒菜 下入茄子和豆角 加入红色辣椒 加点白糖 放入鸡鸡 锅里面淀粉水 就不出锅 好了我们这期的豆角烧茄子已经完成了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支持 我给大家分享的都是我平时自己炒菜的方法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大家的口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学一学 咱们这期就到这吧 帮忙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今年过年我下期跟着春姐学做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姐 快过年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加炒白的凉菜 洋葱末 我准备了洗干净的末 洋葱 小米辣 还有炖好的蒜末 胡椒和小菜 我们把所有的皮菜都切一下 洋葱切丝 胡辣椒切丝 小菜切段 小米辣切碎 都准备好了 我们把木耳焯一下水 焯好以后过凉水 木耳焯好水来 现在我们开始拌 放入盐 鸡精 少来点白糖 倒入白醋 倒入辣蛋油 芝麻油 调料全部下好以后 拌起来就好了 想学凉菜油的制作方法的朋友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好了 我们的芽葱味已经完成了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学一学 我给大家分享的都是我平时自己做菜的方法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大家的口味 快过年来 预知各位好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咱们这期就到这吧 帮忙点个关注 点个赞支持一下冲键 咱们下期再见 这期再见 谢谢大家